瑞穗文旦幼花开花期已经接近了尾声 不仅瑞穗午后茶农跟着花开的时间赛跑 负责找花摘花的农民也跟着拼摘花的速度 由于瑞穗三月限定的幼花茶品年年供不应求 也使得摘花工忙得不可开交 带领彩花团彩花提供茶农制作幼花茶 可别以为彩花是相当简单的一回事 这其中的美美嘎嘎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让我们透过镜头一块来看看 满手沾染厚厚一层花粉的庄玉莓 赶着清晨幼花绽放的那一刻赶紧采摘下来 提供在地茶农制作最新鲜清香的幼香茶品 没有办法休息啊 就一直赶一直赶 随着文旦幼花开花期接近尾声 彩花农庄玉莓为了抢时间 拼的就是手彩花的速度 一个人彩不够 亲朋好友也加入 八九十个人的彩花团队 平均一天彩花数量也有超过上百斤的量 一个文旦幼数大约有五到七千朵的文旦幼花 虽然有90%以上的花朵都会凋谢 其中只有少枝多花的幼花才会结果 因此在彩花时也得仔细分辨 手下留情才行 要挑 它这个是隔天的就不行了 这是今天开的 一定要今天凌晨 清晨开的 才有办法 要不然因为是如果像是 昨天开的话 它的那个花瓣会变成紫色 有点紫色 由于采摘下来的文旦幼花 主要都是提供作为五颗茶区季节限定的幼花茶品之用 因此采花农不仅是遵照茶农要求严选花朵 同时更得要采摘自然农法 无毒栽培的温丹又圆才行 不分药 不能有毒 你如果有毒就不行了 对呀 人家泡茶泡了以后 就有毒的话 它咽过的话 就会下家 不能泡茶 瑞士香五颗茶区的蜜香红茶 当地的特色茶品产业蓬勃发展 也带动采茶般伶俐 现在以文旦幼花烘焙制作的幼香茶系列茶品供不应求 也衍生了采花的专职工作 每年的文旦幼花季 在地农民也纷纷成为了采花雅士 穿梭在花虫中 记者是玉兰瑞瑞士采访报道